作詞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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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隨著這個天堂高歌 和舞蹈的表演那麼高歌之後 我們要轉一轉的調節 我們要沉澱一下我們的心情 因為接下來要進行的是地獄碑歌 好,來賓向前行禮 沒有了… 你說地獄碑歌吧 地獄碑歌是心情不好 也不用行禮吧 我不知道,我怕後面 沒有一隊樂隊只會打那些… Ting A Theta 會唱破地獄嗎 應該不會 對,地獄碑歌 我們又順序找我們的… 肥媽 肥媽先吧 你要派誰出來地獄碑歌 選擇唱地獄碑歌 是否真的像在地獄選擇地獄使者那麼辛苦 因為他們太年輕 你要他們唱到感情很悲悲 那你怎樣出來呢 我當然只用一個方法 就是上次最高分的感情 你揹吧 當然是這樣 交給他就由他負責 對嗎 譚春超 我們上一集的MVP主持好 主持好,評判、觀眾好 你這次要由媽媽選擇你出來唱那些地獄碑歌 你是拿了甚麼經驗放進去 還是其實是由那首歌幫助你 找到你裡面的很悲慘的經歷 本身也有些經驗,兩樣都合起來就不錯 我想問本身是甚麼經驗 我想你的粉絲也很想知道 是的 我本身喜歡過一個女生很多很多年 拍攝了很多年之前 儘量回想起那個情形 融合在歌曲裡面 現在還在一起嗎 你只是說前半部分 沒有了 即是你跟她拍攝了很多年 然後分開了 現在沒有了 她沒有了嗎 不是,我們分開了 各走各路 各走各路 即是向左走向右走 對,女神一點 大家從來沒有再接觸過 暫時還沒有 又不用哭 暫時是 你一暫時就好像想哭 對 即是好像聲音也改善 暫時 進入那個 mood 進入那個 mood 這次媽媽幫我們選的歌 是甚麼歌 李九折的想太多 好慘 有請譚俊昭,想太多 你笑著說,她是朋友 但你眼中太溫柔 無緣 ike 我的不安 那麼燙重 只有你不懂 她霸佔了你的心中 意料 屬於我的角落 所以你说 我们不是你和我 是我想太多 你总这样说 但你却没有 真的心疼我 是我想太多 我也这样说 只是为了安慰我的理由 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 虽然你不说 或许错在我 太晚我才懂 爱了你太多 是我想太多 你总这样说 但你却没有 真的心疼我 是我想太多 我也这样说 只是为了安慰我的理由 是我想太多 是否真是想太多 我只想太多 我只想太多 我記得她在工作室練習的時候,我躲起來有眼淚 她真的很心傷,所以她剛才有一句,想哭的時候 我想她是唱到想哭的時候,這個感覺 我很少看到男生被人飛了就飛了,或者自己飛了就飛了 那麼年輕,害怕什麼 她在工作室唱的時候,原來真的有這個感覺 突然看到女生是否真的這麼漂亮,影響到 她唱的時候,我就跟她說,你盡量用這個感覺 但她又怕用這個感覺的時候,會影響她的聲線 因為當你太感受的時候,你控制不了聲線 我說你要明白,我們做表演者,太完美的聲線 我們不如聽唱唱碟,你要做到你的感受 當時我不敢問她,她是被人飛,你自己飛人 總之她很傷心,你把當時的傷心的感覺 你唱出來,走不走不是一個問題 最重要是你送到一個訊息 這件事我想她能做到 好,謝謝 開門了,Eric 我覺得肥媽說得很好,因為唱歌 其實你最重要是感情 怎樣去跟有人共鳴 你怎樣跟我接觸到 如果你那天真的唱到哭而走音 我會感覺到你快要哭 那我就知道你所以走音 那我就完全不會記得你走音 但如果你做不到給我看,你很想哭而走音 那我就感覺不到,那我就會當你走音 其實這個世界唱歌,很多 就是Amy Winehouse,那些沙聲,Ross Stewart 或者許管傑,甚至我們自己的樂壇 也有很多 例如一個小孩唱歌,她一定會走音 一定會咬不正 但你很感覺到她的真誠 所以我覺得一個歌手最重要是 可以把這個訊息帶到她 你有 謝謝Eric 是我想太多 我也這樣說 只是為能安慰我 我聽到你有一個 我會形容go to note 什麼叫go to note 就是某一些音 你的發音是很穩陣的 萬一有什麼出錯 聽不到 或者自己想哭 我就會去用那個聲 去用那個go to note 你當作水泡 你的高音 你的forsetto 那些假音很好 尤其是第一個chorus 上去那個位 到你第二次repeat的時候 用真音 反而那裡有一點問題 第二次,如果你感覺到你自己 情緒有一點激動 去到你那個很穩陣的go to note 是我想太多 你總這樣說 我想提到一點 因為今天阿俊昭的表現 如果對比起上次 其實就差了一點 我想提到一點就是 我覺得譚俊昭 正如這首歌的歌名 你想太多 你可能有壓力 於是影響到感情方面 我沒有懷疑過你的 感情方面 我覺得你是這麼多參賽者 在裡面捉感情捉得最好的人過來 就是因為你可能今天緊張 於是影響了 你整首歌的某些音準 也會影響到我們整首歌 投入的程度 我想跟譚俊昭說 既然你第一集已經取得MVP 你不要將那件事 成為你自己的負擔和包袱 如果你一天有這個包袱的時候 你很難可以再有進步 這件事 我就是想事先的時間 已經跟你說了 免得你以後的日子 一直捱著這個包袱去 走這條星光大道 很辛苦 多謝周國鋒老師 你連謝謝周國鋒老師也想哭 看看分數 看看是感動到哭 還是擔心到哭 看看看看 什麼事 高頂的下班 謝謝 恭喜